大家好,我是蓝蓝 我今天晚上蒸点窝头 这个面呢,搁250克就可以了 凉水啊,温水都可以 把这面和一下 和成絮状 什么也不放啊,酵母都不放 这个窝头面呢,它是有蕎麦啊 跟上次那户一样 上次是黑豆、黑米、小米还有黄豆 这次是蕎麦、小米、黑豆还有黄豆 差不多时候把旁边那枣搁进去 它有点甜味 就吃着好吃,也有营养 是吧,就点大枣 特别的省事 前后人蒸啊,再做15分钟 多吃点粗粮 好,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 现在大家吃粗粮太少了 其实不好 行了,给它揉到一起 枣有点多了 没事 好吃 好吃 行了,这就 然后呢,你一个捏成窝头的形状 水开以后啊,再放 再放窝头 把水做上 就行了,几下就行 你看,你就手上吧,沾点水 你看 水开以后啊,割上 8到10分钟 10到15分钟都可以啊 看,窝头面蒸出来的窝头 我用了13分钟 给你们掰一下看看啊 这里面有荞麦面 哎呦,很烫 看,大枝儿 热腾腾的 嗯 一点土层味都没有 真好吃 我这都吃了第三袋了 哈哈哈 今天蒸窝头 顺便发一个 哈哈哈 好了,窝头面 小麦,小米,黑豆 黄豆 都吃点醋了 就身体好 好了,这期就分享这么多 好,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